嗯,yeah Peter,現在計量呢? 11點 你再來 他10點課就來了 呃,我們有問題了 今天你沒有你的TPS報告 不對,我有我的TPS報告 可是我沒有帶來 你想被接受嗎? 我不會接受 當然,不想 明天帶上你的報告 好,我欠他 看來有人星期一是不喜歡工作的 好,謝謝 呃,喂,是我 Bill Lumberg,现在早上十点,你在哪儿? 喂,是我 Bill,再留言一次,今天不放钱,你为什么还不来工作呢? 喂,你好,是我 Bill Lumberg,喂,是我 Sam,告诉你一个坏消息, Mikala和我明天就没有工作了,没关系,我不在乎,这样我可以再去上学了。 请给我回电话,我在办公室去清我的桌子,我的电话号码是28-930-1617。 Peter,是我 Mikaela,明天下午他们要解雇我和Sam,我不知道怎么办,你在哪里?你可以来我的家吗? 我的地址是28-33-Manchester Road 太过分了,我一定要下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想法,可是我需要你的帮助。 什么想法?你想做什么? 你记得那个可以脱钱的电脑程序吗? 当然,记得怎么样吗?我们应该要拿个电脑程序。来偷钱。不信啊,我们会被抓到。这是一个很笨的想法。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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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想法。我们开始进行吧。 太好了,我们要做一个计划。 明天,Sam和我回去工作。我要电脑,成熟的病毒,成大电脑。我来找老板说话。 然后,病毒就会开始工作。然后,我们看看账户。一定都发财了。没有人会注意到。这是万无一失。可是如果我们被抓到,我们会去坐牢。 好,值得了。 值得吧。这个希望,加油,都比我们的工作好。 好。 Bill!有人从我们的账户偷偷见。 糟糕,我不会找到这个人。 糟糕,我们已经找到了。我知到,一切都会没问题的。 现在,今天有办公室。什么? 别担心,我会发钱。还会办公室。 糟糕,糟糕,糟糕,糟糕。 。 糟糕,電腦資料都沒了,誰做的? 糟糕,電腦做掉了。 至少我們不會去做的了。 可是現在我們沒有什麼錢呢? 這下不是星期一。 糟糕! 糟糕! 糟糕!